在之前不了解邓薇的时候 看男的面相就很像高冷男 一副很难接近的样子 但在长相思这部剧爆活之后 邓薇不断地考古 从他的采访我发现 邓薇真的是一个搞笑男呢 采访就主打一个胡言乱语 有一次他被提问 古装的自己出场时该配什么BGM 他居然选择了屋顶着火 就是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 突然脑海里碰出来两句话 还要哼两句 对啊 就有一些衣服当然是要手洗的 然后在幻想穿回古代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时 他居然幻想 蒙古包下一个山头 过着简单又平静的生活 但那记者说到 粗步麻衣的时候 邓薇立马开口反驳 这也就是身为朝南最后的倔强吗 在采访问道 对于内蒙人都起码上去的谣言 他该说些什么 本因为他又跟着澄清 但没想到他选择了加大力度 对啊 我们住在蒙古包 然后确实是交通公主要骑马 然后每个人的家里有三个水管 一个是自来水 一个是牛奶 然后一个是酸奶 你听我讲啊 挺像我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状况 上午出门去上学 但是下午放学以后 回来就找不到家 为什么 因为蒙古包长得一样 言之有误 接耿快 真诚又有趣 关键是 还会想冷笑话呢 最近这段时间 因为邓薇的爆火 所以他早期的朝南造型 和风格大胆的照片 给了很多观众一种 看着就不老实的印象 然后发现 采访又是一种可爱好玩的样子 于是这俩就很割裂 网友评价他为朝南从凉 虽然是从凉了 但本质上 还是认为他之前就不是个好人 只是进游乐圈了 之后才收敛了 但实际上 人家好像从来就没有出格过 在他活的这段时间 网上并没有出现过 关于他是个玩卡 一天换八百个女朋友之类的绯闻 最大的不过是 跟前女友的照片曝光而已 但都这个时代了 相比也没有清朝人了吧 只不过 长相思正在热播 要是真爆出恋情了 对剧 对邓薇本人 应该都不是个好反响 所以希望邓薇 你要真谈恋爱了 可得先藏好 别让我在最柯的时候 猜你一脚 要是没谈的话 薇子等着吧 你的时代又来了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啦 只怪第一结果 本期节目 拜拜